五千元报道 带了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杨世光 好我们今天要看两份报告 第一份报告是人行 最新的一个中国经济的展望当中 揭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景象 就是中国消费者在此此刻 已经改变他的消费 投资跟储蓄的行为 那这个报告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性 过去我们知道中国 甚至东方的这些国家 这个储蓄率特别高 那过去十年大陆的投资 特别是政府的公共支出 公共建设非常的具有规模 可是大家一直在等待 这13亿人口何时何地何种方式 会变成美国人的消费模式 从人行最新的记录报告当中 我们看到大陆的消费者 正在往美国市的消费 正在做转变 而这个消费模式的改变 会给全球的投资市场 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我们先从人行的记录报告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大陆目前的消费信心爆棚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效果的影响 还有产业的一个变化 另外我们观察 全球最近的原物料价格 有着大涨有着大跌 跌的当然油价 昨天再度出钱拉回 受到美国的原油库存 暴增的影响 这个油价看样子 50块还真的变成告别式 另外正在做转强的 是在白银身上 特别是白银跟黄金的比例 创下两个月新高 最诡异的是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疯狂的进口 跟囤积白银 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另外原物料出现了一个怪咖 叫做活牛 活牛最近受到巴西的传染病影响 活牛出现疯狂嘎空的喷出发展 所以我们从全球原物料市场看到石油 再从原油影响原物料的方式 来看待全球市场 什么做观察 我们请到三位来宾 好 第一位请教是 资深分疑师叶俊敏 好 第二位请教我们的 刑类大师蔡真才老师 好 第三位请教我们 资深才记者丁万明 好 我们进入广告 回来先观察 五七金钱报 带你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